在1937年的時候,全面抗戰爆發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 三個學校做了一個決定,就南遷 先遷到長沙,然後再遷到昆明 改名為國立希臘聯合大學,在昆明辦學的時間有8年 這五集紀錄片《希臘聯大》就是講的這一段歷史 《希臘聯大》檔案的整理就是這麼厚一路,有六本書 製作過程的接近兩年半的時間 我們一共採訪了17位還活著的老校友 楊正明先生,王熙季,潘季,羅安,絕大部分在北京 楊逸先生在南京 吳寧坤和劉源子在美國 最年輕的彭佩雲女士,89歲 還有一批都是98、97、還有100歲的 當講到希臘聯大的時候,每個人的眼睛裡都在放光 兩大異星的元勳,其中有很多都是新來年大畢業的 徐老,在兩年他都100歲了 他跟我說,正在翻譯的是莎士比亞全集 一定要在100歲之前把莎士比亞全集翻譯完 我是根源,根源是唯一多 希臘聯大,它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地方 入學8000多人,最後只有2000多人能夠畢業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時間談戀愛啊 我每天都在擔心的是 我下次考試會不會掛掉啊 我怎麼可能去談戀愛啊 希臘聯大的整個教學的時系 就是用的清華大學的 梅一齊先生他提倡的一個通才教育 大學一年級不分院系的 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把自己的必修課修到一定的水平 上這些課的都是大師 所有的大藝博明星教授,音樂級都開兩個禮拜課 詩詩歌舞,古今中外堆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歌舞曲 詩詩的這個強大,完全是一個豪華天團啊 有王力,有羅雍,有文一多,有朱子欽,沈聰文,錢穆 金月梨,陳怡雀,全部都是讓你陣容發揮的名字 那個時候他們到西蘭年大的時候就是二十多歲 花勞根身材很秀長,戴著一個眼鏡 她那個時候就是一張娃娃臉 馮又蘭,她的妻子是要在院子裡砸麻花的 文一多先生就是一個無憂無慮的知識分子 覺得開心的時候 全家人就唱桑塔魯契亞 讓所有的學生跟著她一起唱 三個學校當時在昆明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家當 那個時候要蓋一個房子都缺錢 校長的夫人要到街上去賣糕餅 唯一多先生曾經當過自己的一件皮大衣 因為家裡沒有飯錢了 西蘭年大當時把自己的教學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跟抗戰的需求直接的聯繫在了一起 當時周仙根先生的戰士心理學 在整個世界都是領先的 葉啟孫先生 他就直接把他們研製的炸藥帶到我們的根據地 西蘭年大的學生當中有報名考飛行員的 在美國接受了訓練 回來跟飛虎隊一起作戰 有好些學生都犧牲了 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在1937年7月份發生的改變 很明確 抗戰之前 衣食無憂 潛心地去做學問 突然一下戰爭爆發了 一路編配流離 視網膜脫落 相當於放棄了自己的誘言 李正道和楊正銘的老師 吳大猶 他說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 我最生氣的是 我始終是生不來爐子 他每次去上課要帶一杆襯去 上了課以後 他帶著自己的襯去菜市場買菜 他的夫人身體非常差 所有的家務都落在他身上 然後他還很牛逼地寫出了很多論文 實際上不光是西蘭聯合大學 往內牽的很多大學都在堅持辦學 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 如果我們認為西蘭聯合大師憑空地產生了那麼多大師 這就錯了 他一定是這個傳統的和很多人的奮鬥的一個延續 一代知識分子為了要強國 在戰爭時期他們做的努力 把極大的能量爆發出來 才會有當時的中國群星散耀石 真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對我的一生有深遠的影響 每一天都做得最好 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 今年就是西蘭聯合大已經是八十一周年 我真的是很想呈現給大家一段很美的歷史 這個美不是說那種輕飄飄的 在這樣的一個殘酷的歲月裡面 呈現出來的和知識分子的這種光輝 和人性的光輝 It's a long way To Lian Ha Da Shere It's a long way To Lian Ha Da Shere It's a long way To Lian Ha Da S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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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bye Shang Jing Shere To Lian Ha Da Shere Goodbye 感谢观看